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1 2 3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 今天乔林日志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故事 然后还有就是分享跟大家说 其实新加坡也很多可爱的东西 今天就讲说新加坡的由来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师辰 为什么呢 因为早期发现新加坡这个岛的人呢 他看到有很多狮子 可是其实他发现的是老虎 然后他说哦好多lion好多lion哦 然后于是就叫这座岛叫师辰 可是呢 对 其实新加坡现在你如果在这一座岛上面 发现很多老虎还是狮子 其实还蛮恐怖的 对 其实现在我们平常可以发现猫科动物的就是 喵咪 二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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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咸咸 啊 咸咸 哦 嗯 哦 哦 嗯 嗯 哦 咸咸 哦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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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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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愛你 你好 我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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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有 來來來 come here 走 我已經錄了30幾秒了耶 要聞藍色 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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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 一點 小心 增加 慢慢 brok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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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肉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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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飼их 小史 小蕾 小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